这两个好哥们儿有点意思 你看我们这里报道的是 美国没收俄罗斯的财产 会存在着重大的障碍 但是这里可是说的没收更多的 报道里面已经说了 有开始没收俄国财产的 而这个哥们儿说 当然这边是环球网了 环球网是这边的了 这边这哥们儿是大毛的通讯社了 大毛通讯社说硅谷银行的中国客户 无法把钱取出来 这个东西放在一起看有点意思 是吧 他好像有点说他的事 他有点说他的事 问题是你俩可能都不喜欢大毛子 大毛子不是都不喜欢片脸国 片脸国确实也是坏 但是你们两家的人 怎么都把钱存那里去呢 这是咋回事啊 怎么都不问问自己啊 这边的东西放在一起看有些东西 这边的东西放在一起看有些东西